来关心清晨地震过后 位在宜兰市的蓝阳女中 传出青钢架掉落 天花板也跟着掉落好几片 学上一进教室发现 书桌都被砸坏了 抽屉里的书本也散落一地 全都吓坏了 教室里青钢架掉落 天花板也跟着掉了好几片 本来应该是这样子 它这里还是全个洞 好可怜哦 那个桌角砸坏了就对 可以哦 天花板整片掉下来 连带书桌都被砸坏 抽屉里的书本也散落一地 你给同学帮忙动一下好不好 八号清晨地牛翻身 镇阳就在宜兰外海的东部海域 最大阵度达六级 位在宜兰市的蓝阳女中 依照学生和老师进到教室 发现青钢架掉落 天花板也随之掉了好几片 甚至砸坏书桌当场吓傻 进来的时候看到状况 就是它整个塌下来是不是 非常紧张 对哦 这个很害怕 很害怕 校方巡视校园状况 发现走廊外 刚补好的磁砖墙面 也因为地震又掉落 刚补的 我这个是补的 校方紧急通报 国教署来查看 天花板有掉落的情形 我们先稍微把 区别一个安全的区域 让同学可以 一样维持去上课 我们总部署或是有必要 我们总部署人员 也会尽快来 来做一个规划 然后请厂商来看 然后来做维修的工作 更换教室 到新的其他安全的教室 来实时上课 所谐地震发生时间 在清晨 校园里还没有学生和老师 因此没有传出 有人员受伤 真的是有惊无险 记者李克燕一般报道